想突厥人借兵 长孙盛瞪大了不解的眼睛 他问道 为啥 他们毕竟是藩帮敌国呀 小时候曾听家父说过 三河突厥关系不错的时候 曾经约定一同攻打过北齐 北齐一同突厥相约 攻击过咱们北州 但 不说这些了 咱只是一时忽发奇想而已 赵王忽然举起了酒杯 来 把这杯酒干了 干过杯之后 趁真酒之际 赵王又到 咱这次是回京时看病的 马上就要返回蜀地 将军同咱一起去洛阳 怎么样 咱那里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亲兵队伍 咱把它交给你 由你来调教统帅 王爷盛情难确 长孙下了一小口酒 他说 不过 昨日圣上已经任命成为右小公伯 这是不能推辞的呀 哦 赵王从上到下 又细细地打量了一遍长孙胜 他想了想 终于撞起了酒胆说 王爷咱 现在可冒砍头的风险 食言相告于君 刚才咱不是说 想向沙巴略可汗 借一支骑兵吗 就是想一举灭掉这位 黄淫无道的暴君 啊 长孙胜 陆续喝下了一些酒 倾可之间 借化作了一身的冷汗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念如着道 当今两位圣上 一位是您的侄儿 一位是您的侄孙 您贵为王爷 何至于骨肉相残呢 你这话问得好 赵王无比的气愤 骨肉相残之事 七十次宣帝登基起 就已经发生了 咱的五哥 齐王宇文献何罪之有 一家老小 被其超斩无疑 慧夺一个女子 他竟丧心病狂地 将宇文亮一家所有的男丁 占尽杀绝 再看看咱这个家吧 暂时虽然没有死人 但不也是气离子散了吗 女儿被逼 远家突厥 咱本人被发配到了洛州 妻儿老小 则丢在京师 咱连瞧个病 也要偷偷摸摸 此次回京师 要是被宣帝知道 还要被追责致罪呢 更有甚者 当今圣上 荒淫无道 气数将尽 咱宇文家的人 若不早做挺胜而出的准备 届时 大洲降山 还不知道会被 谁窜夺了去呢 掌孙盛 刚从遥远的突厥归来 对北州朝廷状况 一无所知 况且 他位卑直低 更不清楚 皇室内的情形 因此 当他听完赵王 一番激烈的言辞 不禁骇然 竟至于 手足无措起来 你不用害怕 咱讲的全是实情 你去宫里当差之后 慢慢就能看明白 本王今夜所言 没有一句是虚的 赵王安慰着掌孙盛 他又说 听说你从突厥归来 扔住红炉客馆 是的 掌孙盛说 待明日去宫里当差 自然就会为咱安排住处 咱尚未成家 一个人嘛 好对付 那咋行 赵王安说 咱在长安城内 还有一处宅子 咱去洛州 那宅子一直也是空着的 待明日 咱叫人去打扫打扫 再给你配几个下人 你就搬到那里去住吧 不用不用 客气什么呢 你送公主去突厥 多亏一路关照 而且这一年来 你还给他传授剑术 区区一座宅子 价值几何 就算你对小女 关照得谢礼吧 你去宫里当差 一定要谨言慎行 今后 咱有事 会找你联系的 下午深处十分 长孙圣女安岁家 被送回红罗客馆 被酒罐得迷迷糊糊的 安岁家 移入房间 仍是倒头就睡 长孙圣 亦是昏昏欲睡 不过 头脑还算清醒 他想 赵王一席话 听来毛骨悚然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己设施未深 懵你懵懂 如果被赵王 拖进了浑水 那如何得了 长孙圣 正仰卧踏上 胡思乱想之际 好友李顺 推门而入 他一个礼于打挺 翻身坐在了踏上 然后对李顺说 你来得正好 丞相此时在哪里啊 咱有件事 要向他禀报 李顺被长孙 胜着一惊一诈 也弄得是大惊不已 咋了 啥事啊 竟把你弄成 这魂不守舍之模样 哎呀 我们到外边说去 屋里太闷 咱上午就来过一趟 客管之人说 你们一早就被 赵王府的人接走了 李顺一边出门 一边倒 红炉寺的院子里 有一棵硕大的柿子树 石下 老叶已经落光 心叶尚未长出 光光的黑黑的枝条 直刺苍天 他俩就在树下的 石骨上坐了下来 长孙胜把赵王说的一些话 粗略地复述了一遍 李顺听了之后 也感到事关重大 他想了想 然后说 这样吧 此处离相府关押不远 咱这就去那里会成像 你起码 直接去杨府等候 长孙胜换了一身衣服 前脚跨进杨府大门 杨间便随李顺接踵而至 一路上 李顺已将赵王说的一些话 告知了大丞相 但杨间进屋之后 仍要长孙胜又详细地讲了一遍 之后 杨间沉吟半赏 方对长孙胜说 赵王之言 确实非同小可 常言道 水不积 鱼不跳 赵王有此极端的想法 也许是听到了 或看到了咱不知道的什么事情 而且 一定是大事 你 我 木下都只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也绝对不能声张出去 咱们一切只能静观其变 再相机行事 你明日送走突厥使者 就速去宫内屡职 到了那里 只管埋头听差 不要打听 更不要多话 至于赵王要你去住的那个宅子 你一定要先向圣上禀告清楚 圣上点了头 你就去住 圣上不让你住那里 立即给赵王回话 解释清楚 此样方能两不得罪 你现在就立即回红炉寺去 此地不宜久留 今后有什么事 及时告于李顺 言罢 杨坚硬要亲自与李顺 移到把长孙盛送至大门口 带到长孙盛送马扬鞭而去之后 杨坚急对李顺说 你这就去把德林宫请过来 只说有钥匙相伤 李顺走后 杨坚一个人在空寂的院子里躲步 不知道什么时候 独孤夫人走过来 她拿了一件大肠 给丈夫披上 顺便问道 咋了 又遇挠头的事了 杨坚位置可否 只是对夫人说 你这就去厨房 叫厨子做几样精致 清淡一点的菜 等会儿德林宫要来 有事商量 独孤夫人走之后 偌大的院子 又只剩杨坚一个人 她想 赵王宇文昭之言语 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 她若不是感到事情非常紧迫 绝对不会萌生如此极端的想法 宇文昭的性格 与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宇文直 恰恰相反 这位王爷喜好琴棋书画 一贯温温而雅 就连他的兄弟宇文献一家 蒙冤处斩 爱女受魄 远嫁突厥 自己被逼 离开京师到洛州安家 此等接踵而至的种种不幸 他都一一逆来顺受 平静接受了 那么 墓下究竟是什么 激起了他如此激烈的反应呢 甚至想到 要借用突厥军力 自己作为朝廷宰相 对宫内诸事比较了然 为什么竟未察觉出 哪怕一点点 不同寻常的动静呢 想到此处一阵寒风扫来 他下意识地拢了拼在身上的大肠 抬头看了看天 但见灰色天空硬沉下的树枝 已被冷风吹刮得瑟瑟发抖 真个是 树欲尽而风不止呢 恰在此间 李顺领着李德林跨进门来 杨坚迎上前去 拒公道 杨坚本应登门求教御功 只因害怕受到外人猜疑 不得已 才寝宫屈驾到碧舍面谈 诶 丞相所言见外了 李德林盲失礼说 此乃多是之秋 丞相树大招风 一切皆应小心尽善 接着 杨坚便叫李顺命人 将李德林乘坐的马车 停放到后院里去 并吩咐看门人 若有客人来访 只说丞相不在家里 一切安排妥当 才和李德林 进入一间很小的客室坐下 并由独孤夫人亲自传菜 丞相有何见叫 一共才几个菜 可是还未等菜全部上完 李德林就开始发问了 杨坚便马上把 长孙盛所说的事 和盘拖出 李德林不动声色地听罢 把刚拿起的柱 又轻轻地往桌子上一放 然后他说 看样子 宫内肯定是有事 而且绝对是大事 您也这么认为 杨坚突然紧张起来 目光灼灼地问 一宫之间 会是什么事呢 咱是局外人呢 李德林望着杨坚 反问道 丞相身居要职 近来没有决出 一点征兆 杨坚苦笑着 摇了摇头 他说 朝内宫内 里里外外 咱都想过了 可实在是想不出 会有啥大事呢 不对呀 不可能没事的 木下 宇文家族就剩宇文昭 是个明白人 没大事 他绝不会突然冒出 那么激烈的想法来 那 赵王莫非是直冲我杨坚而来的 他们宇文家 一直对咱心存戒备 说到此处 杨坚的心猛得一沉 一脸无辜的样子 哎呀 咱对朝廷即使起了歹意 也没有那个贼胆嘛 咱平日只办具体差事 并未像昔日大肿仔 宇文户那样专横 一手遮天 况且 若要治咱还不好办嘛 用得着兴师动众 甚至想请突厥军队帮忙 哎 从长孙将军说的情形来看 这回倒不像专门针对大丞相的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李德林接着说 既然不明就礼 就不要无端猜疑 以免节外生枝 接下来 还是只能以不变去应万变 走一步看一步 等待事态逐渐明朗 不过 赵王既有意动用突厥军队 大丞相 依要提请并州的于庆泽大将军 严密注视突厥动向 此外 请大丞相在相府 给咱也安排一个不显眼的职位 从明日起 咱去相府当差 哎呀 咱原本不想让公汤石下之浑水 待朝政清明一些之后 再名正言顺地进宫出山的 哎 时不我待呢 当下似乎已致非常实情 李德林说 不能同赴难关 至私安享富贵 拿德林成何等人了 说话间 独孤夫人把最后一波汤端了进来 发现桌上的菜竟然全部未冻 于是打趣地道 哎呀 你们都成神仙了 不食人间烟火了 哎 只顾着说话 连菜都忘记吃了 杨坚拿起了柱 对李德林说 快吃吧 菜都凉了 李德林 傅又拿起了柱 这时候 李顺进来 对杨坚道 刘坊大人来传圣旨 咱可不敢说 大成相不在家呢 啊 杨坚和李德林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四目对视着 却说 杨坚听到刘坊 来传圣旨 立马想到的就是 此宫近来 不是因为受账罚 借故养伤 不常去后宫当差的吗 咋的 一下子就突然出现在 自家门口了 而且 还是来传旨的呢 接着 他才进而想到 是不是赵王隐含的 那个莫名大事 就这样 不期而降临到 自己的头上了 但是 经过官场历练的杨坚 从表面上看去 神情并无异样 在与李德林对视之后 他就十分平静地说 啊 秦宫稍后 咱去听听圣上 有何旨意 杨坚是从相府回家 还没有来得及换衣裳 就直接去接待李德林的 所以身上 仍是一身巢服 用不着换衣裳 就出了大门 这时候 李顺 已经把接纸的事宜 安排妥当 但见刘坊 手执圣旨 面难而立 一脸严肃地道 杨坚听旨 杨坚立即面北跪下 流仿洪亮的声音 如雷贯耳 心情紧张的杨坚 却一句都没有听清 他于是强迫自己 认真的聆听 方知 是陈朝军队 于边境频繁调动 有纯纯入侵之事 新军元帅魏孝宽 从江淮连发三份 告急奏折 请求增兵 皇上因此 命杨坚辞取大后城一职 前往江淮 担任杨州总管 带兵 抵御陈军 杨坚听到此处 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刘坊念毙圣旨 大汗淋漓的杨坚 亦如释重负 他重重地磕了三个 细胭之头 一抖朝服 舒坦地站了起来 并慎重地 从刘坊的手中 接过圣旨 这才开口问道 刘大人 是啥时候 回到宫里当差的 咱身子骨有所不适 圣上允咱拾去拾不去 近两日都在宫中当差呢 这时候 刘坊已经恢复常态 语调也由郑重其事 变得平和起来 景无叙叙 以后吧 咱还要进宫回话呢 好 一句旨意 陈下啥时候去扬州为夷 也不必太慌吧 刘坊想了一下 他说 谁来继任大后城 皇上好像还没有拿定主意 相府上的事儿 能了结的 就请丞相 快刀斩乱麻的斩断他 一时了断不了的 一请大丞相 给属下做个交代 然后再去扬州 南边情势看似紧急 不是仗还没有打起来吗 此类交接 只具体事宜 天元帝是向来不管不问的 一直都是流访 或正义等近尘说了算 杨坚于是点了点头说 行 咱抓紧上后就是了